魏英吓了她 很快换过一身衣衫 在林长室的陪同下出了房门 朝阳宫中 太一方退下 店内淡淡的药味 被素有的清檀香气所掩盖 魏英跪在店中 难过地想 自己好像又给蓝湛添了麻烦 明明不想再惹她不高兴的 蓝湛清冷的声音自上手传来 可有什么要辩解的 魏英摇头 请陛下恕罪 大概此时的蓝湛 也已经厌疾了她爸 连一句话都不愿与她多说 店中安静一会儿 帝王的声音不怒自威 闭门思过三月 伐俸禄半年 是 魏英顺从谢罪 不愿在此处多爱蓝湛的言 自行退下 店外寒风阵阵 天幕中乌云堆叠 暗沉沉的了无声气 并没有什么劫后余生的喜悦 因为本就无人在意她是死是活 冬日的冷风扑面而来 直吹的人眼眶发酸 魏英抬手揉了揉眼睛 手背上沾染到些许水渍 真是的 明明还没有下雨 魏英抬头望天 天际的光亮暗淡下去 温宁没有陪在她身边 弱大一座工程 好像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 姑素要下雪了呢 闭门思过的日子枯燥而又单调 失了每月的凤吟 魏英甚至感受不到日月的变换 生活愈发没了盼头 受她牵连 温宁也被限制了出行 他们主仆二人每日的膳食 只能转由其他工人去取 出乎魏英意料 虽然是闭门思过 但长定宫中人对她的态度 并没有变得更加糟糕 也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 一日三餐都有人按时送到 于魏英而言已经足够满足 天越来越冷 下过两场大雪 将整座皇城庄典的素节纯净 午膳时分 小六子去膳房拿了饭菜来 肩上还沾着几片雪花 魏英诚挚道 多谢 小六子连连摆手 卫视均严重了 他放下石盒退开 魏英用膳食 一向只需要温宁服饰 殿外 民长室交代人一日三遍地检查探火 生怕再出差池 风雪未停 昭阳宫中 将军聂明诀 奉旨回京述职 殿内 太医方给帝王换过药 聂明诀道 陛下受伤了 他神情严肃起来 可是宫中刺客还未断绝 夺敌之争虽止 叛贼余孽犹在 仍有卷土重来之妄想 蓝战淡淡道 一点小伤 无妨 军中有何要事 灭明诀便一一禀来 这两年他奉地命重整军制 开墾军田 颇有成效 蓝战汉手 甚好 殿中点了檀香 清香鸟鸟 二人一完正事 灭明诀又道 陛下 末将久未回京 可以寻到 那位剑客的下落 蓝战摇头 上位 灭明诀不免遗憾 五年前 陛下遭奸人所害 被贬离京 那时 朝中夺敌之争 已至顶峰 诸王互相倾压 争斗不休 可在刺杀锐王蓝战 他们的手足兄弟 这件事上 倒是空前的一致 离京路上殿下所欲刺客无数 分不清谁是谁的人 只知道他们共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智锐亡于死地 永绝后患 京郊的那场伏击中 陛下中毒昏迷 他们此前方遭遇几轮刺客 已是疲乏至极 京郊埋伏之人显然预谋已久 各个招式狠辣 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他带着剩余亲兵 掩护着陛下 且战且退 几乎已做好了 战死在此地的准备 手中长刀染血 誓死要护陛下周全 刺客包围圈不断缩小 轻微一个接一个倒下 援兵迟迟不至 千军一发之际 有一黑衣剑客从天而降 长剑翻飞 挥开了射向他的利剑 这名黑衣剑客剑术齐家 单枪匹马冲入刺客包围圈中 越过重围 将竹石斩于剑下 同为习武之人 聂明觉知晓对方身手 乃当是翘楚 趁着刺客自乱阵脚 秦兵得以喘息 以极其惨重的代价 化解了此次危局 陛下此前安排的接应之人 也终于赶到聂明觉常输一口气 松懈下来的当口 立刻遇向那剑客道谢 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开 他戴着银面具 聂明觉并未能看清其样貌 聂明觉将长刀收回撬中 瑞王殿下深得人望 此番大约是哪位受过殿下恩惠的剑客大一元首 朝中情势变幻莫测 眼下情形 不便在牵连这位义士 后来陛下纪委 朝局稳定 贴出不告寻找昔日的救命恩人 可高是贴了无数 迟迟无人来任 那日的凶险 灭明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救命之恩 不能不报 若那位恩人站在臣面前 臣定能认出他来 转眼一月过去 停了风雪 今日是个难得的晴天 冬日的阳光洒入玉书房中 蓝战手执笔 却迟迟未写下一字 大总管为他斟了茶 正欲安静退下 忽听的白衣君王开口道 今日十腊月二十三罢 是 大总管公谨道 不知帝王为何突然提起此事 陛下有何吩咐 蓝战却未雨 只道 无事 下去罢 隆冬时间 纵然有暖阳当空 依旧是冷的 魏英在屋中哭作了大半个午后 黄昏的北风一吹 身上带了几分寒意 他拢了拢衣衫 将窗子合上了些 今日 魏英没什么胃口 晚膳用的比平时还要少 温宁一言不发 夜深人静之时 却给他端来一壶清酒 还有一碟绿豆糕 魏英齐了 阿宁 你哪弄来的 温宁放下东西 老老实实道 公子 我攒了俸禄跟膳房换的 费这个心做什么 温宁的俸禄微薄 这大概得耗费他积攒的所有银钱 公子忘了 温宁神情认真 绿豆糕普普通通 却是他眼下能给魏英换来的全部 今日 今日是公子的生辰啊 我的生辰啊 魏英鼻子一酸 掩饰住给自己 斟了一杯酒 他仰头饮下 酒入口极烈 阿宁 陪我喝一杯 温宁却不敢 若是他也醉了 谁来照顾公子 魏英没有强求 酒一杯 接着一杯灌下 兰湛要他闭门思过 他想想啊 他的过错 都不知该从何处算起 七年前 他遵从负命入姑苏为质子 才堪堪站稳脚跟 父王便下了命令 要他辅佐安王助其夺敌 魏国为姑苏属国 父王想要提前效忠姑苏新主 择了安王为主君 而彼时的锐王蓝战 是安王最大的阻碍 必须除去 锐王府做事滴水不漏 唯有府邸抽薪 才能一击必杀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 他终是卷入了姑苏地位之争的漩涡 再难抽身 后来的蓝战一败涂地 几乎命丧京交 全败他所赐 魏英灌下一口酒 那时的他为了父亲一点点的关注与疼爱 甘愿受他驱使 为他卖命 他欺骗背叛了爱人 斩断所有感情回到魏国时 得到的不过只是 父王几句夸赞 和成堆冷冰冰的风赏 再后来 等到蓝战继位剑指魏国 父王便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 要他平息 姑苏帝王的怒火 全部顾半分父子之情 魏英苦笑 现在想想 他这二十余载岁月真的好糟糕啊 母妃生下他只为故宠 眼中唯有父王施舍的微薄真情 甚至母妃临终之时 都在对他耳提面命 要他为父分忧 尽为人子的孝道 而他唯一真心爱过的人 又被他所伤 恨极了他 魏英揉了揉眼睛 这个世上 没有人真心爱他 除了温宁 唯一有点安慰的 就是屋里这盆探 还差点要了他的命 乌云遮住残月 殿中暗了下去 喝空半壶酒 魏英酒尽上冲 握着酒杯慢慢趴在桌岸上 合上了眼眸 温宁捏手捏脚出去更换炭火 殿中安静无声 也不知睡了多久 又好像只是一瞬 魏英被酒杯倾倒的声音惊动 茫然无措地擦了擦桌上 洒出来的酒水 屋中已换过新的炭火 暖融融的 温宁不知去了何方 店门口 立着一抹熟悉的白影 蓝湛 魏英喃喃唤他 知道眼前之景都是梦境 可他好高兴 这一次蓝湛出现在他梦中时 再不是白衣染血 神情艳恨绝望的模样 魏英扶着桌岸亮亮呛呛站起身 在梦境中跌跌撞撞奔向心上人 蓝湛他扑入了爱人怀中 被熟悉的清檀香味包裹着 就像是回到了避风的港湾 我就抱一会儿 抱一会儿就好 他喃喃低语 求你 不要让我那么快醒来 梦里的蓝湛 当然没有拒绝他 就这么由他抱着 魏英吸了吸鼻子 好怕梦境再下一刻破碎 月色融融 照出屋中两道长长的身影 怀中之人久久没有动静传来 久到蓝湛几乎以为他睡着了 他的手轻轻抚上魏英的背 今夜是魏英的生辰 在抬眸时 蓝湛身前的锦袍以一片狼藉 魏英抹了抹眼泪 欠就到对不起啊 给你弄脏了 可是面颊的泪水 却被他越擦越多 没关系的 他只能安慰自己 反正是在他的梦里 都没有关系 泪眼迷蒙中 他看到蓝湛紧促起的眉 连在他梦中 蓝湛都不能再对他笑一笑 一股无力感席卷卫英 太久了 久到他已经记不起蓝湛笑起来的模样了 蓝湛 他无比挫败地唤他 你究竟要我怎样 才能欢喜一点呢 究竟要我怎样呢 他抬头 仰面吻上他的唇 你娇娇我呀 唇齿娇缠 蓝湛手扣住魏英后脑 反刻为主 衣衫一件件滑落 魏英被蓝湛压在了榻上 蓝湛 醉了得魏英退进衣衫 你难换他 我不会 你教教我 压住人的手腕亲吻 蓝湛的声音再无清醒克制 你以为朕就会 满地清晖 一世以你 沉曦危险 蓝湛抱着怀中沉沉睡去的人 魏英面颊上泪痕未干 蓝湛的手轻拂过他的侧脸 他真的瘦了很多 没有任何抱负的快感 这一夜魏英的泪水似乎要将他淹没 白衣君王滴滴自语 你说 我该拿你怎么办 无人回应 只于天边的光点点亮起 天已大亮 帝王一丈停在了长定宫外 有了上回的惊险 这一次长定宫中人镇定了些 蓝湛用斗篷仔细裹了人 确保吹不到风 抱上了自己的马车 一向糊里糊涂的温宁 胆子倒大 硬是要跟着 蓝湛将魏英安顿在昭阳宫的偏殿 已到了朝会的时辰 殿中点着炭火 冬日里也暖融融的 不知是昨夜太过疲累 又或者是酒醉未醒 一番折腾下来 魏英仍熟睡着 蓝湛定定望他一会儿 起身去早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